今年因為他在其中一個跳馬的賽事當中出現了一些失誤 然後他就說其實他心態有點崩 他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去面對自己的這個措施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樣面對自己未來 所以他決定要退賽 所以當然因為他自己的心靈層面的問題 他說他需要更加的去好好照顧到這一方面 所以他就決定要退出這個奧運的賽事這樣 當然他接下來下個禮拜還會有一個個人的全能賽 但是他還不知道他會不會參與 因為他現在宣布的是個人賽事 所以他就說 這 meiner家製作的 可能過去大家對於他是很久很久那個期待的 大家对于它的期望